日前因缺宅男女中饰演关二哥而爆红的梁烈维现身深圳 出席某鞋类品牌发布会 互动现场梁烈维以一身休闲装扮现身 一上台立即大摆造型不断耍帅 看得台下的观众阵阵尖叫 梁烈维除了现场介绍各类新款的鞋子以外 还用他的幸运之手拿起手机跟现场的粉丝玩起了游戏 抽出当中的幸运儿并送出礼物 当初梁烈维因出演缺宅男女而爆红 而后来更因饰演电视剧《飞虎》而深入人心 据他介绍《飞虎2》即将于6月开拍 全体《飞虎》的主要成员也将全数参演 而在电影方面梁烈维早前曾出演古惑仔《江湖新秩序》 在当中扮演山鸡一角大获好评 不知是否吃过了甜头 向成胜追击的他今年已经接下了三部电影 在即将上映的电影《重口味》当中 他更是挑战从未有过的性感 还暗示将有背面全裸的演出 那个电影就是真的很重口味的 就是我自己拍那么多电影还有电视剧里面 拖得最多的一起 我昨天刚刚配音 中后配音 就看完我们拍的那场没有穿月服的那场吃 我看完之后我自己也有点担心 担心的就是我会怕香港的观众朋友 还有内地的观众朋友会不能接受我 那么大胆的演出 但是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演员嘛 演员就要去演好我们的剧本的剧情 所以我就尽力而为 底线就是 我想应该一定不会把前面的最重要的部位 打出来嘛 而且不好看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想我的底线应该是背后可以看得到 就是底线了 优酷娱乐深圳报导